高雄鳳山一家 外語幼兒園 疑似發生集體中毒事件 小朋友中午吃素食店外食 點了雞塊還有薯條 還有原方自己準備的綠豆湯 下午就陸續有14人 身體不適 自行就醫 目前還有兩名孩童住院觀察中 到底是外食業者 還是原方的廚房有問題 還有在進一步的調查釐清 謝謝大家